部隊鍋 吃到爽 還有通班烤肉 吃到胖 而且一個人只要398 加一層服務費 就是你煮它都滾了之後 你就是啦啦啦的 趕快夾起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我們今天來到西門的阿珠喜烤肉村 那這一家店呢 它是吃到飽的 然後很平價也很划算 因為它有 部隊鍋 吃到爽 還有 通班烤肉 吃到胖 而且一個人只要398 加一層服務費 完全是學生族群 還有像我這種小資女 吃得起的吃到飽的價錢 好嗎 我們先來下個豬肉好了 它的肉有分就是原味跟比較辣味的 然後雞肉也是辣味跟原味 然後它總共有四種肉 另外兩種是羊肉跟牛肉 好 那在等待我們的肉熟的同時呢 我們現在來吃他們的熟食 他們家熟食聽說很厲害的是 韓式炸雞 然後還有他們的辣炒年糕 豆腐 來吃韓式怎麼可以沒有辣炒年糕對不對 嗯 它的外面的醬是比較甜甜辣辣的那一種 可是它的辣不會到讓你覺得嗆到爆的那種辣 是很符合台灣人口味的那種辣醬 而且滿好吃的 其實它真的很有嚼勁很Q 然後不會煮的爛爛的 好接下來我要吃韓式炸雞 嗯 但它裡面的肉是滿Juzy的那一種 然後它外面的那個醬是甜甜的那一種 一點點小辣小辣 但是沒有這個豆腐那麼辣 你家外面一盤韓式炸雞 應該就要100多了吧 所以人家吃了三盤 馬上回本 那我現在來吃它的牛肉 耶 它是第一隻 牛肉看起來很好吃耶 嗯 嗯 它的肉滿新鮮 我覺得牛肉很好吃 它不是那種很廉價的牛肉 它吃起來非常有嚼勁 而且它的牛肉就是不要烤太熟 就是大概七分熟就很好吃 雞肉 你看它雞肉這麼大塊 我覺得它的雞很棒 難怪會要做兩種口味 它的雞不會很澀 是那種很Juicy嫩嫩的那種雞肉 生菜 包肉肉 然後它還有那個泡菜燒肉 這邊也可以一起加進去 看看我究竟能不能一口塞 我要當韓國師傅 太大口了 它這個孔韓烤肉 其實旁邊也可以放很多火鍋料 跟菜之類的下去煮 就是會有多那種肉汁的鮮甜感 吃不對過的精髓就是要有拉麵 我來吃吃看它的拉麵 它的麵很Q 然後建議不要煮太久 就是你煮差不多滾了之後 你就是拉拉的 趕快夾起來 然後再拿下一塊放進去煮 這樣才是 時間管理大師吃吃到飽的好方法 然後它這裡面你也可以多加一點高湯 然後就是放那個火鍋料進去 然後它的火鍋料有很多種可以選 現在來吃他們的小菜 那他們的小菜其實很精緻 不會到很馬虎的那種小菜 小菜很夠味 這個乾脂我覺得蠻好吃的 接下來也是韓國的冬粉 它看起來就超好吃 而且它上面還有芝麻 它跟台灣可以吃到的冬粉不太一樣 它比較粗 然後比較Q一點 不會爛爛的那種 然後而且它是涼拌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適合配那個肉 現在來帶大家看看他們這邊的吧台去有什麼料 超多東西可以選 這整條都是你可以拿的食物喔 然後像這邊總共有五種肉 這個是台灣金玄土雞腿肉 他們雞腿肉真的是很嫩很Q 然後再來是台灣優質梅花豬 也是跟雞肉一樣是兩種醬 它還有小羔羊 澳洲古式嫩煎牛 欸它的牛肉真的是很讚不得不說 真的是有夠好吃的 你看你看 而且它每一塊都超大片 然後它上面啊 還有那種可以包肉的生菜 花椰菜啊 然後還有部隊鍋可以用的泡麵 也有在這邊 然後還有菇類 木耳啊 玉米啊 什麼菇菇之類的都有 然後還有這兩個 拜託這個必吃一定要吃 韓式炸雞真的好吃 然後這邊呢 有很多飲料 像是紅茶 還有蜂蜜檸檬 無糖綠茶 然後這一個 就是甜點 冰淇淋機 然後還有這些 基本的氣泡飲 吃飽飽的最後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邊的位置其實蠻方便 因為就在西門檢視站隔壁而已 然後呢 我覺得它CP值很高 398加一層就可以吃到爽 可以吃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覺得非常適合就是 你想要約會的人啊 或者是 你下班想要跟朋友聚餐一下 或者是跟同學聚餐 都可以選在這邊 然後它的環境我覺得蠻整潔的 就是很乾淨 然後位置中間不會 就是相隔很近很擠的感覺 這點我覺得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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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